这是一次长达120年的星际旅程 抵达前四个月 乘客会被自动唤醒 醒来的星爵立马换了新夹克 兴奋地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外星殖民地生活 但教室里怎么没人 星爵立刻意识到不对 四处找人 中央大厅没人 乘务处没人 驾驶舱还是没人 星爵懵了 此时飞船人工智能提醒他 他们距离目的地 还有90年路程了 完蛋 没可能活着抵达了 他立刻向地球求救 说机械故障 自己被提前唤醒了 信息发送成功 可人工智能客服却提醒他 信息将于19年后抵达地球 55年后您将收到回复 最惨的是 跟地球上的客服一样 这客服也啥忙帮不上 要钱倒挺利索 搞笑吗 星爵垂头丧气地在空荡荡的飞船上乱挂 等等 有个人 他赶紧冲过去 这才发现 球宝只是个机器人 一夜无眠 心如此灰的星爵来餐厅点饮料 擦的权限只能合宿楼 这么下去不行 啥都干不了 白白等死啊 身为维修工的星爵 找来休眠舱操作手册 一阵古道 想重新启动休眠 打工告成 他钻了进去 然后差点被憋死 看来野路子不行 必须唤醒机组成员重启休眠 他拿着工具 开始拆机组舱门 没用 没用 还是没用 几个月时间过去 星爵胡子都一大把了 舱门依旧 窥然不动 他只能放弃 突然 这是怎么回事 他没搭理 去跟酒宝聊天散心 酒宝建议 你别较劲了 还不如好好享受呢 星爵误了 自己的小床位也不回了 敲开高级套棚搬进去 打篮球 吃日料 当然还有星爵的保留项目 跳disco 爽到不行 唯一不爽的 是早餐有生物识别 他还是只能喝速龙咖啡 没多久 日复一日的重复 开始变得枯燥无比 可能陪他的 只有酒宝 人工智能服务员 以及跟狗子似的 扫地机器人 星爵不刮胡子不打扮 打扮给谁看呢 他彻彻底底成了 星际流浪汉 一番无人回应的发泄后 绝望的星爵发现了 宇航服 他穿上去 启动磁力鞋 打开舱门 舱内气流轰然而出 他走了出来 眼前是他一生 从未见过的 瑰丽凶奇 乌银星空 浩瀚苍穹 平觉一跃而下 在绝对无声的真空中 漫无目的地漂流 他伸手去摸 空无一物 被全世界抛弃后 苍凉的孤独感 强烈地包裹着他 回去后 他脱下宇航服 就这么站在舱门边 手搭在按钮上 要不要成为着 壮美景色的陪葬 他迟疑着 最终还是没有鼓起勇气 他发疯似的 逃离想要自尽的念头 可脚下一半 正要破口大骂 等等 兄弟仓里是一个女人 绝美的女人 星爵在太空中 孤独地漂流一年 就已经快疯了 可他还有89年 才能到目的地 得找个人陪自己 星爵被这个女人吸引住了 他一遍遍看着 女人的视频资料 无意间瞥见 休眠舱操作手册 等等 为什么不让他来陪我 他们九宝 如果你流落荒岛 快要疯了 此时你可以让一个人陪你 这样你就不孤单了 可那个人也一辈子 离不开荒岛 请问你这样做 算不算坏人 九宝一眼看穿 说你不应该唤醒人家 被戳穿的星爵猛戳九宝 甚至一巴掌过去 他说你不是人 你感受不到人类的感受 他纠结了很久 最终决定铤而走险 他跟九宝保证 会自己跟女人坦白 唤醒程序并不难 醒来后的女人 跟星爵当时一样迷茫 星爵说系统错误 咱俩提前被唤醒了 得知还要再飞89年 绝不可能活着到目的地的 女人崩溃了 他吵着要继续休眠 星爵带他到处看 他已经试过所有办法了 真的没办法 不死心的女人去问客服 可客服系统居然发生错误 此时一台扫地机器人也出错 正在疯狂撞墙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两人去吃早餐 星爵第一次发现 竟然还有这种早餐 原来女人是自费旅客 黄金套餐 而星爵是免费旅客 抵达目的地后30年 收入的20%全归航空公司 怪不得只能喝素容呢 女人请星爵吃了顿好的 她也渐渐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跑步 游泳 喝酒 跟星爵看电影 打篮球 当然谁跟星爵都少不了 要跳disco 朝期相处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他们开始正式约会 一起在太空中漫步 在璀璨的星河中 他们的手紧紧牵在一起 回到船舱 心意早已心照不宣 星爵还从植物舱 偷了一只玫瑰送给他 这一天 飞船要从幕府座 最明亮的大脚星引力弹射 熊熊燃烧的烈焰前 星爵求婚了 原来今天是女人的生日 星爵回去拿戒指 女人在吧台等她 九宝说星爵等这一天 已经很久了 他以为星爵早就坦白 就把星爵唤醒他的事说了 此时才得知 此事的女人崩溃了 他无法接受 自己爱上了一个 彻底害死了自己的人 他歇死敌礼地 发泄着自己的愤怒与哀怨 还对星爵拳打脚踢 星爵始终没有抵抗 而他也再不见星爵 他只能用广播 深情款款地诉说 自己当时只想要一个陪伴 星爵没放弃 他去生物舱偷了一棵树 种在中央大厅 他并不奢求原谅 他只想女人可以平静一些 而与此同时 飞船上的故障越来越多 房间供电紊乱 电梯居然半途停下 早餐供应机也不受控制 刷刷地往外喷卖片 两人正莫名其妙地 突然大厅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一滴水在失重状态下是完美的球形 而一游泳池的水 则是一个巨大的水球 女人被困在其中 任凭他怎么游 都只会回到球心 他即将窒息 可就在这时 水球重重地打进一车 巨大的水浪拍醒了他 他赶紧逃到岸边 这是飞船上最严重的一次故障 胡子哥是甲板掌 太被故障提前唤醒 星爵和女人 费了老鼻子劲都打不开的舱门 人家低一下卡就搞定 这时他们才发现 飞船系统已经严重损坏 严重到都无法自我诊断 他们只能手动排查 还没走几步 胡子哥一阵咳嗽 竟然咳出一手老血 医疗舱诊断 胡子哥因为休眠舱故障 全身器官开始衰竭 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眼中前 胡子哥嘱咐他们一定要修好飞船 否则船上5000人就会白白死去 两人终于排查到发动机区域 可舱门却出了故障 星爵一通操作弄开门 幸好星爵眼急手快 卡住门 踢了个电脑过去堵住缺口 又拿起密封胶一顿喷 缺口被堵住了 可抬头一看 怎么还有个洞 他们顺着开动方向找去 问题源头终于找到 是引擎的计算机 被一颗陨石砸穿 一枚芯片受损必须更换 可动作烧慢 谁都活不成 星爵猛然一拉 两人正以为万事大吉 但 之前失控溢出的能量排不出去 引擎依然危在旦夕 星爵尝试打开排气口 没用 怎么办 只能出舱去排气口 手动排出 除了宇航服 星爵唯一的防护 是一块充当挡日版的铁板 出门前 星爵终于听到了那句话 我回来 我不能活在地上 反应堆的火焰已经越来越狂躁 可来到管道口的星爵却发现 只能手动按键 而且不能松开 否则管道会再次关闭 他只能按下 烈焰冲击 一股狂暴的能量奔涌而出 而他唯一能做的 只是要拿坚持 终于 引擎安全了 可星爵却被冲出舱外 牵引绳也猛然崩断 慢慢滑向宇宙伸出 危机关头 星爵甩开门板 阻止了滑行 可再一看 头盔上怎么在结冰 是刚刚的烈焰 啄开了一道小口 弥留之际 星爵最后一次诚恳道歉 女人撂下一句 我只接受当面道歉 然后一跃而下 两人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可就在这时 女人绝望地看着星爵越来越远 突然眼前一亮 是星爵断了的牵一声 她猛然一拉 星爵终于得救 一切回归正轨 两人发现医疗舱可以休眠 可问题是 只有一台机器 怎么选 他们会选择谁活到最后 又会选择谁 孤独一生 画面一转 已经是88年后 剩下的人们 按照预定时间醒来 星爵当初种下的小树苗 已长成了参天大树 遍地生机勃勃 原来他们都没有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